同學已經開始又發現應該有其他問題 比如說這個名稱怎麼改 因為裝上去一定每個都叫PG Build App 那這樣好像怪怪的 那如果要改名稱怎麼辦 當然可以改了 不過這個後面我們再講 還有你一個Description 就是這個App的相關的敘述 那剛剛我們安裝的方式 你可以用拍照 然後幫你從網路下載到手機上去 其實這個方法最快 最簡單 不然的話以往書上面的第二章 是教各位用那個模擬器來做 不過第二章那個模擬器來做 我之前試過了 後來放棄了 可以做出來 但是我是費了好一大番的功夫 才把App放上去 後來我想說 這樣子不合經濟效益 就是說乾脆就用這個方法就好了 反正也可以看到 而且也運作沒有問題 如果你用那個Android提供那個模擬器來做 那太麻煩了 問題一大堆 一大箱 另外呢 你也可以除了說 用這個方法之外 在我的雲端上面也有放一個所謂的模擬器 你也可以從我那個分享區裡面 假如說你的手機不允許的話 我在這邊有一個叫做智慧型手機模擬器 你也可以把它裝在這個模擬器裡面也是OK的 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模擬器有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你的環境可能要不贏期的 第二個你的RAM至少要兩區的 那來跑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遊戲 我也把它放在這個模擬器完也沒有問題 那你當然如果你要測試的話 也可以放在這個模擬器裡面跑也OK 這幾個問題 這幾個部分 再來就是說 相關的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這個這幾個方法 比如說這個方法 行不通的話 另外你也可以點一下這個小 小藍人 不要是紅人就好了 紅的話就不行 你可以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呢 下載有沒有 APK 那你也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你用那個掃描不行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APK放在你的記憶卡 或者直接傳到你的手機 直接再去安裝也可以啦 反正方法很多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的那個設定一定是什麼 位置來源一定要打勾 位置來源沒有打勾的話 那你就不能安裝 那所謂位置來源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從Google Play 正常的方式安裝 他會認為說 Google Play上面下載的 因為經過Google Play之後 他有一個驗證嘛 比較安全 那如果是你從手機 傳送過去的USB傳送 或者是說 你用QR Code 他會認為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USB的那個 增錯好像也要打勾 如果不然的話會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 另外呢 你們也可以從 假設你下一次 要再練習下一個APP的話 刪除的部分 點他之後有沒有 這邊有個Settings 我看好像同學 對這個環境還不熟 不過慢慢的啦 以後的話 多做幾次 如果將來 忘記的話沒關係啦 就是回去影片再看一下 就很快就會了 OK大概是這樣 Delete this app 把它刪掉 確定 這樣就OK了 裡面就空的 那再來建議你把它重整一下 不然你沒有重整 好像船會有問題 重整一下 這時候就可以重新upload了 OK大概的流程是這樣子 這個是Phone Gap的一些細節部分 那將來基本上 他有一些 可能的小問題慢慢會出現 不過慢慢我們還是可以解決 像剛剛有Index 你不能叫Index1 Index2 不行 你一定要叫Index 副檔名一定要是HTML 你HTML也不行 這個是他的一個規則 另外之前有遇到同學遇到說 你的裡面的檔名也不能用中文的 好像也會出問題 但是 網站的名稱用中文 剛剛傳上去 好像也沒事 可以 所以他有一些脾氣你要知道了 習慣之後 大概就會比較順手了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他提供的也是給你一個免費的 免費的一個算是資源 然後你可以把這樣的方式就可以裝得起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剛剛還有同學問的比較多的就是說 那個什麼 回上一頁 所以有同學是這樣 就是 裝上去之後這邊把它設定了 結果發現不行 出不來 為什麼 再講一次 其實有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步驟做錯了 特別注意 游標 不是放在這裡 也不是放在這裡 那是放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 一定要是放在 整個 整個 整個DIV 再去選 這個才會是正確的 游標不能放在這裡 剛剛好幾個同學問一樣的問題 你不能點這裡 然後去設定 你這樣設定出來的話 就絕對會有錯 那一定要怎麼樣呢 游標一定要選整個框框 不過這個可能要稍微感受一下 感覺一下 那這個框框我的習慣上 你可以游標移上面 不過移旁邊 這個好像比較容易做做做正確 就是旁邊這邊點一下 那怎麼樣確定有整個選取呢 整個選取 然後再來設定 就應該OK了 我想這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試試看好了 試看好了這部分 那下個禮拜 我想因為時間剩下沒有很多 那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下個禮拜的那個 上課的內容 因為書上面有Sample 不過書上面的Sample 我覺得不是很理想 有些部分設計的不是很理想 所以呢 我就拿了這一個幾個東西 這邊有一個練習檔 請各位可以先把那個練習檔裡面的補充 就是我 我是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手邊都有很多的那個網站 網站怎麼樣把它改成App的流程做一個說明 那裡面的話 像這個是一個證照考試的題目 那請各位等一下也可以下載這個就是練習檔 然後呢 他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原來的 這個網頁 他的解題是這樣的 他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其實就是一個網 網站裡面的一個網頁 但是呢 像這樣的網頁 你在我們大的PC上面看OK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怎麼樣 把它放在手機上面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看起來可能會很不OK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像這樣的網頁 既有的素材把它轉變成什麼轉變成一個App 那用的技巧大概有這一些 我做出來 類似的 我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非常的簡單 而且完全不需要寫程式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開啟一下 我用Chrome來開好了 大概類似像這樣 這邊就可以 可以怎麼樣 可以切 然後可以下一頁 下一頁 有沒有 這個也可以換一下 背景都OK 沒有問題 那裡面的資料呢 也可以列出來 然後有這些 你可以用幾種方式 這邊的導覽列 你也可以用List清單的方式 那看起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手機上也可以 觀看沒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下一次上課的話 可以先下載這個補充資料 然後特別就是在補充資料裡面的這個檔 那我們會需要一些範例檔 從這裡面可以取得 我可以拿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